好 帝王暴龍要出來了喔 要出來了喔 有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話 我是老頭歐德美 歡迎回來 那今天這個模組呢 各位看到封面應該都知道今天什麼模組了吧 也就是我們的新帝王暴龍 老頭為什麼會選這張地圖呢 是因為我懶得改模組的順序了 你要知道老頭每次只要換地圖 比如說換The Center 換Inside 就是那個核心最粗的地圖 不管是哪一張 或者是水晶島 老頭每次都要把模組重新拼裝 其實很麻煩 所以說 額 就是沿用了這張恐懼模組的地圖 但是 也不影響衝突就是了啦 反正這張地圖也是裝載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模組 也不差這個 新帝王暴龍的模組 好不好所以說我們就把模組放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模組呢 跟以往的帝王暴龍好像有所不同 據說他多了其他新招式之外 還有分 顏色跟這個 不是分顏色 應該是分種類 我後來發覺他還有分 異變類型的 異變版的帝王暴龍 這個就還蠻酷炫的有沒有 然後呢 我跟各位稍微講一下他的特性 他的特性好像是多了三種攻擊還是兩種 然後會隱形嘛 隱形是一定要的嘛 再來就是說他遇到Alpha等級的恐龍以及Boss級他的攻擊力好像會上升 這是我看那個工作坊裡面所講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到時候我們來試驗看看好了 好不好 有辦法試驗就試驗一下啦 那麼這個他是沒有辦法在野外抓到的 這個帝王暴龍這個恐龍是沒有辦法在野外出生 他只能用做的 各位看見了沒有這邊有三種蛋 這邊有三種蛋 你會看到呢 這邊蛋每一個帝王暴龍 名字好像都一樣 是不是 好像都一樣 好像都一樣 欸 欸真的欸 可是就是三種不同種類就對了 他們所要的材料都分別不太相同 像是這一隻 應該就是異變版本的 你這個必須要在異變才可以學來做 但是呢老頭用那個 學了全部藍圖的指令所以獲得了這個藍圖 不然的話你要去異變才可以學這個 然後他要的材料你這邊有看到嗎 他要異變的一些材料有沒有 就像Alpha的 Alpha的死神國王的那個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脊椎是不是 還是尾巴 反正這些要的材料還蠻麻煩的 像是這一隻應該是精英帝王暴龍 不然他怎麼會要精英的材料 欸不對啊這邊也要精英 所以說這兩隻帝王暴龍的差別在哪我就不清楚了 沒關係今天呢老頭已經準備好了 各位應該有看到 對面有一個很高的城牆有沒有 老頭就在那邊 準備要進行帝王暴龍的孵化 他們是要用蛋孵化的 他們沒有辦法在野外抓 然後呢老頭這邊東西已經都準備好了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 一個很高級的孵化器 這個是另外一個模組的 就是你只要把蛋丟上去 不管你的蛋是需要熱還是需要冷 他都會馬上 產生孵化的作用 很方便 這個模組呢如果你們要到時候我再給你們 我們現在開始先用哪一顆好啊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先用哪一顆好 沒關係我們就先丟這一顆好了 把他孵化出來 老頭有調那個成長倍率啊 所以說他大概不到一分鐘就會長大成人的 那如果你們想慢慢養 你們就用原始倍率養 養個一個禮拜 你們爽就好了 我不可能拍一個禮拜的時間給你們吧 又不是Discovery生態觀察 那會累死人 反正呢就是為了這個遊戲 不是為了這個拍片的節奏 所以說 老頭把他弄快一點 你看到他現在正在孵化中 看見了沒有 他到底是不是需要這個 他不要這個也可以嗎 把他關掉 他這個還有範圍性的喔 你看他現在52停在那邊有沒有 OK打開 就開始倒扣了 怎麼停住了 開始了開始了 所以他還是要敷化 還是需要敷化的儀器 不然的話沒辦法 對王幫我都出來囉 要出來囉 有 喔 喔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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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把他訓服 不然他會攻擊 他長大長大了 速度超快的 來不及看見他baby的形狀 就長大成人療 我們現在看到他漸漸的長大 這是新帝王暴龍 喔 青年了 已經青年了 哇 為什麼我感覺這隻帝王暴龍的模組的這個建模啊 比之前的更加 更加的紋路更加的優秀 而且越來越大隻 OMG 這已經成龍了成龍了 不要亂動不要亂動 喔唷呀 OMG 他去哪裡啊 我要跑 直接跑一咬嘟嘟鳥 侵略性這麼的強喔 禁用巡邏 然後基本上其實他可以不用安 就可以直接騎上去了 他是可以不用安的 這傢伙其實是可以不用安的 我們先來看這一隻好了 先把他騎過來喔 負重了負重了 我們先餵他吃一下經驗品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點更多 然後再餵他吃一下補血 他醬塞母湯 然後你也是可以給他安啦 你也是可以給他安的 我們有帶安出來 我有帶安出來嗎 好像沒有 我去拿一個安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他的功能是什麼 這隻應該是正存的帝王暴龍啦 應該是啦 按在這裡 看安帶上去怎樣 其實也差不多啦 看一下右鍵是什麼功能 右鍵是爪 而且你輕輕按右鍵的話會抓兩下 然後如果按住右鍵的話會 砰 按C鍵 C鍵是隱形 哇塞 跟之前的一樣 但是這個隱形功能呢 更加更加精緻啦 然後再按C就會恢復正常 AK10呢 沒有功能 空白鍵 Ctrl Ctrl一個吼叫聲 會增加抗性 是這樣嗎 這麼兇 其他功能我看一下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來來來 我先餵他吃一下 我要吃一下傳送門 我們傳送門還有幾個 還有六個 非常好 我們把他帶到野外稍微練一下好了 順便測試一下 阿法等級的他 夠不夠力啊 測試一下好了 把他帶過來 在哪裡 我剛不是餵他 阿在這裡 咬 咬 看一下右鍵 右鍵是扒兩下 扒兩下 按住右鍵 按住右鍵為什麼傷害那麼低阿 是可以震暈他們嗎 按下右鍵是震暈他們嗎 唉唷跑好快喔 然後這個是 阿法等級的吧是不是 我從不看血條 有開 阿法等級的恐龍咬五百 五百七十九 普通咬喔 然後沒有阿法等級的 咬下去三八八 好像不一定 所以到底有沒有增加攻擊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看一下隱形 帶什麼東西 隱形知道攻擊力有沒有增加 其實好像並沒有的感覺 按C鍵 按Ctrl 怒吼只是拿來嚇嚇他們的 看一下 按住 按住 隱形 按住 剛剛不是有連續咬擊嗎 怎麼沒有 是我錯覺嗎 好像還有其他功能沒有弄得到的感覺 不知道這個 這一隻帝王暴龍之後會不會有帝王 帝王迅猛龍 我覺得一定會有啦 遲早的問題啦 帝王暴龍都重製了 沒理由帝王迅猛龍沒有 沒有 沒理由沒有 我們再火叫一次 看有沒有作用 火叫對他們沒批用 他們完全不怕 咬死你 咬死你 隱形 好吧 這是我們重製過的帝王暴龍 整個紋路跟這個招式都稍微做了一些改變 印象中老頭以前有一隻帝王暴龍的怒吼是可以造成極大的傷害 但是這一隻卻不行 可是我覺得這一隻完成度更高 說真的 這隻的手比較長 以前的帝王暴龍那個手好像有點 還是 略小了一點 沒關系我們現在看第二隻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隻帝王暴龍 沒問題 我們就不浪費 浪費時間啦 趕快把第二隻丟出來吧 我覺得我們最後再來看異變的好了 我覺得我們最後再來看異變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是什麼形體 搞不好這隻就帝王迅猛龍 有沒有可能 有莫有可能 正在孵化中 可是它上面寫暴龍 不是迅猛龍 我覺得應該不是吧 應該只是顏色比較不一樣 然後是特殊色系的 搞不好招式也不同喔 有可能有可能 沒關係 剩下10%了 唉唷 出來了 你看好小隻 哇賽這個顏色很好看 這顏色超好看的 這個顏色的帝王暴龍 OMG 基因改造過的帝王暴龍 哇 哇 感覺這一隻就是終極帝王暴龍 跟原本 原版帝王暴龍不太一樣 要跑了 要跑去咬誰 不要咬我啊 我是你爸 要開始跑去亂咬了唉 這隻有點不太一樣喔 我就說真的 在哪裡 這裡 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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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帝王暴龍顏色我很喜歡 很酷 看一下右鍵 右鍵是 一樣是爪擊兩下 按住 按住一樣是打地板 C鍵呢 隱形 感覺就是 不同品種的帝王暴龍喔 不同品種的帝王暴龍 那是我們的那個犬耶 怎麼在那邊 不同品 不同品種的帝王暴龍 然後 功能都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而已 按一下 Ctrl 一樣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咱們的帝王暴龍就是這樣子 不過呢 官方都講了 模組官方都講了 遇上Alpha等級 會增加攻擊力 他們都這樣說了 我也沒有什麼好辯駁了吧 官方都這樣講了 對不對 不然我們去挑戰上面那隻Alpha 好不好 看有沒有比較強 我不會被打死啊 重點 那邊有一隻Alpha雷龍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 怕死 我點一下血量好了 那隻傢伙血那麼多喔 別這樣子啊大哥 等一下喔 呃補一下血 血多少啊 一萬八 五百九 右鍵爪擊 右鍵按住 隱身 隱身之數 我怎麼不能隱身了 攻擊 589 按Ctrl 對你吼 完全不了我 死吧你 根本沒有什麼所謂攻擊力提升啊 還是說對抗BOSS才有 還是說最原本的 官方正統官方的Alpha才有才有這個功能 這個是恐懼模組的 精英遜猛龍 恐懼模組的精英遜猛龍 難道不適用嗎 我不知道耶 算了把他弄死好了 嫩 去了他死掉了 好吧 這就是我們這個 帝王暴龍 另外一種顏色的 焦糖版 呵 就直接加焦糖版好了 然後可以點攻擊力 移動速度點100 應該衝更快 哇 超酷的 這個顏色我也蠻喜歡的 有 好我們把他放在旁邊擱置 我們現在來看最後一個異變版本的 走開喔不要擋我的路喔 我們先擱置一下 好我來猜猜他的顏色應該會像是異變版本的那一種 像他現在在蛋身上有沒有 黑色配這個青色 這個這樣還蠻好看的耶 黑色 黑色配青色的帝王暴龍 歐喲 歐 歐 歐麥格 這個顏色是超棒的 果然跟蛋的顏色一模一樣 我說真的 可是能力應該差不多吧 人力應該是差不多吧 歐麥格歐麥格歐麥格 我們先 我們先 讓他 哇靠他衝過去要攻擊誰啊 停止停止停止 歐勃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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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 幫他回一下寫 幫他回一下寫 欸這個顏色好棒喔 我喜歡這個顏色 我尬 我尬 我看一下右鍵 其實是一樣的耶 都差不多 然後一樣是可以隱形 然後隱形好像沒有多什麼功能之類的吧 我看一下 他這邊寫衛裝 按下C就沒了 然後 Ctrl 喔 一模一樣 但是整體的基礎能力應該比其他兩隻還高 這隻是異變版的 顏色很棒 我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為他吃一下傳送們把他帶出去 好來做一次傷害 還是說只有這一隻對上Alva版本的恐龍 或是BOSS版本的恐龍 才會增加傷害 也有這個可能 好因為畢竟那個工作坊上面那個文字是英文 就稍微略懂略懂 並沒有完全懂 啊我的傳送門怎麼會沒有啊 等等 欸 該不會我把那個傳送門的那個 好在這裡 BOTEN 然後 鞍拿去 欸我鞍是不是沒拿 我還拉死這樣子 死亡是你 來拿一下鞍 喔耶這樣子我們就三隻地王暴龍的 超帥氣 來 我來看看 放這裡 喔三隻都是母的 三隻都是母的 好好笑喔 是不是三隻都是母的我去看一下 幹什麼東西 誰叫你在那邊擋住的 欸真的三隻都是母的 三隻全母 喔耶 搖 589 攻擊力好像也沒有稍微提升什麼的 抓抓 抓抓 右鍵 我卡條了 怒猴 怒猴 怒猴對他沒批用 咬死他 欸沒有錯 就是這樣非常好 大同小異 嗯會隱形 所以說呢這個新版的帝王暴龍呢 功能大致相同 好不是大致是完全相同 是顏色不一樣 跟你製作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 異變的吧 因為異變的地圖本身就很難生存了 你要再拿到那些道具其實難上加難 需要更多的這個程序 那相對其他兩隻 就會比較好獲得 因為畢竟在這種地圖生存其實是比較輕鬆一點 支援比較豐富 異變的話你還要擔心就是你沒有燈光的時候會出現那種機車恐龍之類的 這三隻地王暴龍超酷的 哇 有模有樣餒 好吧 今天這個地王暴龍的這個介紹差不多在這裡為止 自己也是玩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看到很帥的恐龍 不知道各位喜歡哪一種 如果呢 喜歡追求原版的 就是喜歡追求最原始的應該是白色這一隻 如果喜歡追求特殊色系的 我是選擇中間這一隻 其實後來怎麼仔細看三隻我都愛 如果有這種公仔的話我三隻應該都會蒐集吧 因為顏色不一樣都有不同的感覺 真的我是說真的 三隻我可能都會蒐集 如果有公仔的話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哪一隻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或是在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或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次 好模組介紹再見面了 拜拜